這次真的被Apple打亂了我出片和拍片的時間 原本是3月26日發佈會 應該是她的3月25日 因為我有時差 但她無緣無故昨晚 發佈了她的... 也不是發佈 她是在她的網站公佈 沒有任何發佈會 公佈了她的新的iPad Air和iPad mini 新機是用HR CPU 即是A12 CPU 不是A12X A12 CPU是保留在iPad Pro才使用的 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在使用iPad Air的話 你的配件將iPad Air 3完全使用不回 因為現在的Air 2是比較小的 比起新的 因為新的iPad Air 3 它的螢幕會更大 是會大到10.5吋 所以... 你的舊配件 你的套裝 如果你想升級上去的話 就不好意思了 重新買過 因為它的尺寸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iPad的用家的話 新的iPad Air 3 它的螢幕會更大 它的螢幕會更大 10.5吋 如果你是用iPad 2018的話 我們是9.8吋 所以它的螢幕會更大 它的螢幕會更大 還有iPad Air 和iPad Mini 5 都是用了Touch ID 所以 有Touch ID的話 它的邊 是不會做到像iPad Pro那樣 那麼薄的 即是那麼貼邊 但是 它比起這部iPad 2018 都會貼邊很多 即是這條框是沒有那麼闊的 而它的尺寸 其實iPad Air 是會更大一點 但是 是會薄一點的 看你的個人需要 如果你覺得10.5吋的螢幕適合你用 那當然會更好 但是 如果你是喜歡一手玩遊戲 或者用來玩遊戲的話 iPad Mini 5 就真的非常適合你 因為iPad Mini 5 它打遊戲的大小 就真的剛剛好 是真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iPad Mini 而新的iPad Mini 5 和iPad Air 3 都會支援它 這支Apple Pencil 是這支 Generation 1的Apple Pencil 即是低能的Apple Pencil 即低能的Apple Pencil 其實新的 View Apple Pencil 即是新的Apple Pencil 只是可以 iPad Pro 新的iPad Pro 才可以用到 沒辦法 當然是會有 不同的 如果完全一樣的話 找誰買iPad Pro 那好啦 新機呢 其實就是用A12的CPU A12的CPU 這一部iPad 2018 就是用A10的CPU 所以應該在 Graphic的效能 等等的東西上面 它極之貼近iPad Pro 即是就算是iPad Mini 5 都會很貼近iPad Pro 當然iPad Pro 一定會跑分跑贏 但是呢 如果你用來做Edit的影片 其實呢 如果你用iPad Mini 你用來做Drawn的控制 那個尺寸是剛剛好的 7.9轉 放在Drawn上面 即Drawn的remote上面 是真的剛剛好的 而且呢 他們兩個的前置鏡頭 都是升級了的 是去到700萬像素的前置鏡頭 所以它的前置鏡頭 是OK的 即是如果你用來做Facetime 拍片 那它的鏡頭是會更加美的 不是後置鏡頭 是前置 前面那個鏡頭 這樣會更加美的 那當然如果你用來自拍的話 就比較奇怪 因為這麼大的東西 你用來自拍 我是覺得奇怪的 但是我覺得是 好用了的 因為 如果你10.5寸的Type Lab 可以用Pencil的話 是可以做多很多東西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 你用手 雖然其實我最多時候都是用手的 雖然我用Apple Pencil 但其實我最多的時間都是用手的 但是呢 你要做些細緻一點的東西 用Apple Pencil 是好一點的 那當然 就算這支是低能Apple Pencil 其實都OK好用的 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 價錢問題 那我未知香港的價錢 因為我沒有檢查香港的價錢 那 澳洲的價錢呢 iPad Air 其實呢 都幾貴一下 因為它最便宜的版本 最便宜的版本 它是64GB 就是WiFi版 就已經是779元澳子 而且只有64GB 就是64GB你肯定不夠用 起碼你都要去到128 但是它沒有128 它一跳就是跳上去256 所以你就硬吃 要麼就是64GB不夠用 要麼就硬吃最貴 而最貴呢 是多少錢呢 最貴256GB的WiFi版呢 一千元澳子找一元 即是999 即是五千 應該大約五千多港幣 差不多 那你想一下 五千多元 其實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我自己覺得 那是否值得投資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喂 你這部影片可以剪輯 4K影片應該都很流暢 因為我這一部 2018年的iPad 就算用來剪輯 4K的影片都很流暢 那如果你真的用來剪片 那那些呢 是真的蠻好用的 我現在其實 我主要的影片 都是用它來剪輯的 我是九成九都是用它來剪輯的 而iPad mini 5 起步就是599澳子 而且都是64GB 那64GB 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不夠用 那它也是沒有128GB 給你選擇的 一跳 又是 鹽綠劑 又是顏色的 那是多少錢呢 819元 那所以 價錢呢 其實都是 唉 偏貴了一些 如果你有多過128GB 給人選擇就會好一點 那真的比較貴的 那但是呢 這些東西呢 就是 一個考量來的 就是你會不會去買iOS的Tablet 其實iPad 它也挺賺錢的 你買不買呢 你說不買 始終都有人買 你覺得貴 始終有人覺得OK 所以 都不說那麼多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See you next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